歡迎大家來到《從聽書到看書》 為什麼父母越反對,戀人越相愛? 當愛情遇到阻力時,反而更激發戀人的熱情 心理學家將這種現象叫做羅麥歐如朱麗葉現象 每個人都有一些半逆的心理 都希望自己獨立自主 不願意自己成為別人的傀儡,尤其是愛情 又不會本能地產生抗拒的心理,變得更喜歡對方 熱戀中的人會將這種半逆的心理產生的激情 不以為是愛情本身的力量 正正是這種心理機制,被反對的情侶 心裡就會產生一種不和諧感,試圖除去外界障礙 外界障礙如果難以改變,他們就會加深感情超越障礙 這個時候他們會將戰勝困難的力量 不以為是愛情的力量,將超越障礙的成就感 不認為是彼此相知相識 這種情形不僅發生在男女之間,亦發生在其他地方 越難獲得的事物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更重要,價值越高 心理學上的抗阻理論可以解釋一種現象 即是當人們的自由受到限制時,就會產生不愉快的感覺 而從事被禁止的行為,反而可以消除這種不悅 亞當和夏娃會偷食禁果的故事,也暗示了這個理論 越難得就越想得到,父母的干涉和反對 不僅不能減弱戀人之間的愛情,反而會讓傷愛的人變得更死心塔地 在圖解非常心理學一書,還有很多戀愛的心理現象 例如為什麼失戀後會感覺上更愛對方? 心理學家做過一個實驗,讓人持續聽一種聲音,觀察人的腦電波 結果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腦電波對這種聲音的刺激反應越來越弱 起伏越來越少,然後再蔓延使到聲音停止,或轉換另一種聲音 來刺激人的腦電波,就會產生劇烈反應 而愛情亦是一種持續刺激,當刺激突然停止 特別是戀人突然提出分手,就會感覺到強烈不適應 在這個時候,就會突然失去心理平衡,覺得天都要踏下來 甚至身體又會出現強烈反應,例如激素水平和免疫系統混亂,內分泌失調等等 繼而就導致失眠,食慾不振,心慌等等的情況 被拋棄的一方,不僅不會減弱愛對方的感受,反而愛得更深 他們會冥思苦想自己做錯了些什麼呢?希望對方回心轉意 這種奇怪的行為同樣與多巴胺有關 失戀之後,多巴胺的活動都會增加,令到遭受拒絕的戀人 感覺到更加強烈的激情 從聽書到看書,推介書籍,圖解非常心理學,作者楊普德,由非凡出版